我最后是有一个查询结果 当然这个地方有三种方法 一个是用函数 用convif函数 最后一样要把它直接在哪边呢 在查询结果里面做三个按钮 那我这边三个按钮分别是做什么 做哪些动作 其实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就按下去之后 它会自动去帮你找 找完之后怎么样 帮你扣过来 不过这个地方的话 是有跨了工作表 然后去比对 而且时间这边会显示 我是有做一个计算时间 一下就可以做完了 另外当然有时候会跑比较久 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什么 一个状态力 让使用者知道说你跑到哪边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有个什么 progress bar 那一样 只是时间会大概多一点点时间 因为它会跳出一个东西出来 但是这个好像难度太高了点 我也把程式码放在云端上 给各位参考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怎么做的 第一个当然应该会贴吧 开发人员里面把那个云端上面的程式码贴上来 有一段两段三段 那可能中间这一段会有一个就是我这边这个是 可以编辑一下按右键指定这一个 就是查询黑名称我是对应到那个 就是按钮名称 那实际上 第一个做什么呢 其实我逐个来看 F8 第一个什么 把第几个工作表 有没有 刚刚同学问到那个 因为这个是跨了工作表 所以前面都没有在 前面给他的指定哪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 就Range哪一个或Sales哪一个 但是如果说你是有多个工作表的话 你一定要告诉他是哪一个工作表 那这一行是什么 清除里面的资料 那我清除里面的资料 第几个 第三个嘛 123 或者你后面这个3 可以给他一个是一个名称 就是双引号 查询工作表 查询结果 然后双引号 不过打个3好像比较快 所以把它A栏清掉 再来做什么呢 这个是计算时间 取得现在的时间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再先把那个黑名单全部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之后呢 再来比对 所以我这边有个串在一起 就把这个里面全部串成一个 这个地方我们还没讲到 前面刚刚就有什么 相加重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串什么 一个字 一个一个一个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变成说 因为他放在很多格子 两万多笔 我可不可以把它变一笔 可以啊 用串接 串接的方法 就是S等于什么 S End 记得哦 那刚刚那个累加是S 加 这个是Send 如果是文字的话 记得哦 不是用加 是用end 串接 那就把两万多 变成1 串在一起 然后呢 再来比对一下 名单里面跟那个1比一下 如果有 那表示怎么样 就是黑名单 这样会简单一些 所以我这个写